朋友们好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钟 刚从仓库里面回来 把仓库里面的这几个鸽子给他带回来了 都没开家呢 后期开家估计说要丢了 鸽灵都有的都快成年了 不知道这个鸽子会不会打他们 这都是之前比赛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从这边鸽舍里面有的要开家的 还有的是刚下窝的都拿到关在笼子里面 都关傻掉了 都没飞过 你看你看你看 开心吗 让他们放出来自由的飞尾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位置是吧 开心坏了 飞飞 哎呀真好 把这个拿走 别怕 还有点谨慎啊 很开心 外面早上好 这是昨天晚上从 仓库里面拿过来的小鸽子啊 还适应吗 还适不适应 反正我就知道他们很开心 有一个被打了 看出来了 没飞过 你看飞的乱七八糟的 其实说白了这些鸽子都是 后期的种鸽 这些鸽子 专门流种用的 专门出的一批流种的鸽子 水壶那个太小了 要给它弄这个大一点 大一点 大一点 马上天气冷起来 还要给它弄那个加热电 就是让水恒温掉 就是恒温到二十度左右 鸽子多起来了 不能渴到他们 后期锻炼锻炼也让他们加飞 所以说是流种的啊 种鸽后背力量这是 也要飞一下 不飞的话 我总感觉到失去了很多意义 这两天不能加飞了 因为他们鸽领太大 要是跟出去了 我感觉就没有了 先让他们在这边熟悉一下 咱这边的 视野还是很宽阔的 只要在这边 站一段时间 就是总鸽的话 总鸽 就像那个冠军鸽一样的 他也能开架的 视野很宽阔的 在里面就等于开架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